一些住在彗星,及金星空心内部的西西们,转移到它的表面,建造了七个庞大的半球形建筑,分别对应西西族群结构里的一个阶层,派系。 1980年代纽约一家报纸登载了前苏联的探测器,深入金星的浓密大气下,拍到了这些白色的圆顶建筑,他们种地任何一个都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规模,伴随着一连串的对这篇报道的攻击。 一些美国科学家认为这完全是金星的一些自然地质风貌,一些住在这之后,西西把一个巨大的空心物体推动到地球的轨道上,开始殖民进程。 这个空心物体就是现在的月球,传统科学家认为月球是自然形成,但月球永远只有一面朝向地球。 它的自然周期约30天刚好等于它的公转周期,因此在地球上永远无法见到其背面有意思的是,金星的自然周期约243天,也几乎等于它的公转周期约225天。 唯一不同的是金星的自然和公转反向,太阳在那里是西升东落。 对月表进行的共振探测显示,它符合空心物体的振动模式。 如果是实心体,声音会极其沉闷,月球是空心球体。 最近一份天文刊物说,科学家将对月球重新归类,因为它被认为是中空。 西西门在地球上选了一块很大的陆地作为移民的开始,我们现在叫它雷姆利亚Lemura文明或者穆大陆MU文明。 这是片相当广阔的大陆,位于现在的太平洋藤地,从日本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另一端从美国加州海岸一直到南美的秘鲁。 这片大陆过去的中心位置在现在的夏威夷群岛附近,西西们在这里发展它们的基于雌雄同体社会结构的文明。 它们带来了一些生物作为它们的食物来源,恐龙。 它们还创建了其他的动植物。 本质上,生物在它们自己的环境里所创造出来的动植物,都是它们自己头脑里一些意识的映射。 因此西西族Latilin会创造出爬行动物恐龙,而类人族Humumot会创造出哺乳动物。 西西和人类原本并不是作为这个宇宙的一个和谐意图,而被安放在同一个星球上的。 本质上它们就不是为了共生而设计出来的两个族类。 另外,西西和人类的思维机制完全不同。 西西并不快速进化而是几乎保持原状。 它们的扩张极其缓慢而稳定,深具耐性而且善于长时间的潜伏。 它们在制定议程的时候会考虑很大的时间跨度。 比如,动不动就花上几千年的时间来判断在某些区域和人类共生是否有利。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远离它们的追脱帝国中心的一个新据点。 另一方面火星人和它们的仇人,以及如今的客人Modic人Modic Allen。 Aon后对作为构词法通常表示,人一起住在火星内部。 火星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不愉快的失控局面。 因此,火星人向银河联盟申请转移这些Modic Allen到其他星球。 这个时候某素星议会也在向联盟申请,把那些自私的Atlans驱逐出某素星团。 联盟随后讨论出一个平衡这个局面的方案,将Atlans牵移到地球上。 这可以满足某素星人的要求,而且如果Atlans很好的生存下来,那么Modican也可以被迁往地球。 这样一来,人类这一方以及天秦人的后裔,把他们内部的一些不被他们喜欢的派系,都推给了地球上的西西殖民地。 联盟用这个办法甩掉了一个包袱。 这个包袱将吸引西西的注意力,这样联盟可以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来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以对抗西西们。 到达地球的Atlans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出移民文明,叫做Atlantis,亚特兰蒂斯。 这块位于现在大西洋位置的大陆在当时从加勒比海湾藤地,一直延伸到了Zorff和Canary群岛。 它的西北边一直到现在的美国东海岸附近的Montauk位置,善于技术文明的Atlantian亚特兰蒂斯族类。 移民后的Atlans在地球被叫做Atlantian很快建立起一个影响力不断扩张的庞大帝国。 那时候恐龙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亚特兰蒂斯仍开始猎杀恐龙。 最终,西西们感到难以忍受。 战争不久爆发,双方是西西里的Atlantian族类和人类里的Atlantian族类。 在此过程中,Montauk位置动了移民地球的建成。 他们建造了自己的殖民地,位于现今中国的戈壁大沙漠、北印度、苏美尔斯姆地区及亚洲其他地方。 在两个大陆的战争开始后,Montauk位置被迫卷入。 他们攻击了西西用来保卫地球免购外部进攻的前哨、月球表面的基地。 好战的Montauk位置还用激光武器轰击了Lineura大陆部分恐龙。 在这场战争里被完全灭绝。 战争升级后Montauk位置从地球的外太空攻击西西。 Montauk位置同样需要一个没有西西干扰的生存环境。 这场大战很可能是这个行星上真正的第一次全球战争First World War。 五、纷争与创现地球需要有能容纳各方殖民计划的最起码的和平。 于是,为了防止战事带来的破坏继续加重。 一个来自仙女星系Andromed Galaxy, 离银河最近的星系Hotani行星的议会,组织了一场会议。 会议由银河以外的一个中立议会来主持。 因为银河系里的各方都多少牵涉进和地球有关的纷争中, 有很复杂的利海关系。 各方都想成为胜利者,不愿意轻易让步。 战争在太阳系里进行了很久。 几十年里Hotani议会召集了多次大会来调解。 在最终的努力下,冲突中的几支人类派系和西西殖民地达成了一个协议。 但记住,只是地球上的西西参与了此协议。 这和遥远的Droco帝国里的西西族类无关。 协议约定,一种新的类人族将在地球上被创建。 所有对此计划有兴趣,并且愿意开启这项新的和平进程的种族,将用各自的DNA,来共同创造这种新的人类。 地球要为这个新种族化立出专门的区域。 西西同意了此协议。 前提是这个新族类必须以西西的身体作为DNA构建的基础。 这是为什么圣经Bible上说,让我们以自己的形象来造人,Let off make men in our own image。 这其中的复数形式暗示,它是一个集体的决定。 虽然以两性同体的西西身体为人形,新建立的人类种族依然需要两性的方式来繁衍。 这就需要分离出不同的性别基因原型。 这是圣经里寓意性的亚当和夏娃,Edmond Dave的故事的由来。 从亚当的一根肋骨上造出夏娃,其实是从同性的西西身体分离出两个性别。 这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类都含有西西的DNA,以及西西的一些特征。 这是为什么人类的胎儿在发育成人类形态,以前会先经历具有爬行族类的特征的阶段。 数千年里很多的基因原型被试验和发展。 在豪洲内议会的监护下,一些族类被创建,之后可能因为各个参与的派系并不认同而被毁灭。 这是为什么地质考古方面的资料显示一些人类始祖突然出现,而又突然消失。 十二只类人族,一只西西族,这十三只派系共同捐出了各自的DNA来进行这个计划。 当时计划进行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伊兰伊尔克,还有如今的非洲一些地方。 Atlantis和Lemurian大陆同样进行了这个新的杂交造人计划,有些痕迹至今可循,例如北美的大脚野人,Bigfoot。 喜马拉雅附近的雪人,Yeti,澳洲的红色土著,刚果的猪如族类,非洲的Watusi土著,非洲的仙人种是由一颗叫Nibiru或叫Madak的人工行星上的生物创建的。 这些生物很像西西,它们建造了Nibiru来环绕太阳旅行,苏美尔人把它们叫做Ananoti,原笔记作者批著。 在此我们可能要假设,N家族,包括其中的Nibiru或者一些说法里的Lucifer-Lucifer,大天使Michael,耶和华Yangwe通过天狼星的飞船到达地球,随后带来了一系列的我们称为The Return of Inky-Inky在零的事件,伴随一场与Nibiru血系有关的基因灾难。 像Sitchin这样的学者为我们加入了更多谜团,例如为了维护Nibiru不受辐射而使用一整圈黄金杀来遮蔽这个行星的天空,它势必会导致一些引力扰动。 Sitchin无法从苏美尔人的记载里找到线索,关于更大尺度上的星际政治是如何触发了Inky后来在地球上的基因实验。 但这件事包含一个更大的玩笑,所有参与此计划的族类都偷偷地在自己的DNA组分里编入了一些基因码,使得他们这个族类的基因能在新造出的人类上渐渐掌握支配地位。 计划陷入了一种无尽头的纠葛中,人类被注定了这种命运,在反抗控制和被控制之间挣扎,没有哪一个派系能真正处于支配地位。 这个计划在它开始之前甚至已注定了会失败。 在这种局势下,DNA编码向着专横和压抑这两种对立的频率两极不断极化,而这就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两极化的频率。 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带有受害者意识的灵魂体,更易被地球吸引。 很多高级文明把地球当作监狱星球,灵魂来到这里本身就像是种刑罚,因此很多星球把他们的罪犯扔在这里。 每过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这样的灵魂体,开始露出本来的面目。 像Richard Dahmer、Charles Manson、Richard Speck都是让人文之色变得连环杀手或者变态罪犯。 当然你不会让了还有卓谷·拉伯爵·康克拉圆笔记作者批著《沙修举尼》一部很有名的一国讲科幻史诗小说,有同名电影就是个殖民监狱。 就像澳大利亚,地球非常符合此典型,像《沙修》中描述的那样。 在地球这口优胜劣汰的基因大锅中最强的BNA终于出现,看谁能免疫这场猎户作战争。 计划好的嘛,目前双方依然争执着要用互丢核弹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不满。 刚好在曾经的Aden-E电源东部,我们今天所谓的中东冲突的位置,这简直是个标标准准的猎户作战争。 在地球上的微观版本,冲突中的各个银河势力都在地球上布局,大家都把地球当作解决星际争端的一个重要棋子。 这项茶壶里的风暴,如此大的规模发生在一个这么小的星球上。 这些派系似乎将越来越使劲。 如果他们在棋盘上走错步,他们会倾向于更加直接的干涉。 英烈不会就这么看着。 如果他的以色列被核爆给毁掉,圣经密码里被预言道,像Winmakers Google Winmakers,或者造诣者说的那样,只有激活的能承受时间旅行的DNA才能对付这些掠夺型的ET。 这些能时间旅行的基因是躲开Elio的这帮西西血系家族Lelite的关键。 这些西西被困在了他们自身的基因构型球龙里。 西西们确保了新造的人种会永远被西西的频率影响。 因为其底层的基因构型来自西西,新的人类们很容易地被西西意识控制。 Atlantean发现了西西的这个阴谋,于是用电磁武器猛烈地攻击西西的大陆Lemuria。 这个大陆的大部分被破坏而沉入海面下,成为现在的太平洋。 依然露出水面的部分是夏威夷。 加州海岸,澳洲,新西兰,南太平洋岛屿,日本,菲律宾,台湾及其他东南亚岛屿。 剩下的西西逃到了印度北部,一部分逃到地球内部和金星,还有些到了中南美洲。 地球内部成了大多数幸存的西西们的家园,他们进一步发展出庞大的地下文明。 从这里开始了关于地狱和居住在地底烈焰里的恶魔的传说,他们建造了管状的结构,里面能容纳极其迅速的交通器具,旅行到地球的任何一点最多一小时计。 他们创建了许多著名地底城市,Akalia中东,Agatha地心城市,Hyperboria传说里北极地下城市,Sambolio太人称为伊甸的花园,华夏人称为西天,西藏传说里的亚洲地底的神秘王国。 这些城市大多都建在地壳下面的内表面。 记住,空心地球不仅是理论,而且是科学事实,源于行星被恒星抛出后的自传和逐渐冷却的过程,原笔记作者批著。 这里我们刚好可以参考Agatha一本《关于地心文明的书》的作者在书里谈到的内容。 最重要一个进入地球内部的入口位于北极,那里有一个1300英里的开口,在南极这个开口有950英里。 这些都能从太空里看到,这是为什么航空公司或者私人的飞机被禁止直接飞越两极,原因不是因为官方说的那些所谓磁场对飞机遗弃的扰乱。 Admiral Bird Google此人,有许多很详细的他的口述,包括他和内蒂克类人族的详细交谈,在上世纪中夜层驾驶飞机污入了北极的大开口,但政府后来掩盖了他当时的详细报告。 在地球中心或较地核位置有一个能量球体,像是地心的太阳,自从地球形成之后就一直在那里。 这个地心太阳的光效应与引力,大气的离析力交互作用,然后从开口溢出导致了玄置的极光。 这个地心太阳的离析力交互作用,然后从开口溢出导致玄置的离析力交互作用,然后从开口溢出导致玄置的离析力交互作用。 这个地心太阳的离析力交互作用。 这个地心太阳的离析力交互作用。 我对这个地心太阳的离析力交互作用。